台北市街頭居然是天降橫貨 這裡是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 越前小捲颱風雷襲 這台北市風雨不小 突然您看到這麼一個磁形鐵盤 直接硬生生從天而降 這前方機車相當倒霉 直接被砸中 而這名騎士當場慘衰 胸口還嚴重撕裂傷 外頭下著細雨 騎士準備停等紅燈 這時 天降超大圓形鐵盤硬生生雜落 在騎士的左前車頭 高興騎士當場慘摔在地 叫救護車 叫救護車 小心 你去翻車 快點 後方轎車駕駛精魂未定 因為一個不小心受害的就是他們 第一時間受傷騎士 也趕緊把機車牽了起來 原來這名騎士是清潔工 因為小犬颱風來襲 雙北都要上班上課 他當時正準備要去上班 遇上天降橫貨 實在倒霉 對我跟太太也造成一點點陰影 會很誇張 就是 還會出現這種事情 在社會上面的話 這代表說 我們的一些公共安全的問題 可能需要再檢討一下 幸好有熱心民眾從旁協助 不過這一閘也導致 56歲的高興騎士 胸口撕裂傷 著手腫脹 以及手腳多處查措傷 實際回到現場 發生地點就在台北市信義區 和平東路上 這裡的一處社區頂樓 衛星小耳朵 因為不敵強風才會墜落地面 剛好砸中機車騎士 經119初步減傷 民眾警摔車擦傷 意識清醒 後續由119再往醫院 而其次事發隔天 也已經和社區大樓達成和解 索性他命大跌盤 沒有直接砸中本人 否則可不是拍拍屁股走人 這麼簡單 接著蔡婕陳佳明台北 裁縫播斗 中文梁 俄街道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一個人 劉中